桃園平鎮工業區 今年4月28號晚間發生大火 造成七死七傷 刺激志工29號凌晨 立即展開關懷行動 在現場成立服務中心 供應物資和餐點 成為警銷人員和家屬的最佳後盾 當我進到現場的時候 我看到警銷人員 他看到我就說 師兄你來了 那他們就一個一個在傳說 刺激的師兄他們來了 所以給他們也是很安心 也讓我心裡的感動 這種的無私大愛付出 如同身受 這叫做人傷我痛 人苦我悲 這就是菩薩的悲心 法親彼此關懷 每個月邀請資深志工 一同找回出發心 也是禁司堂的道場守護者 我們的連署鑽 我想我們要做到以前來 師傅如果做到的就做 慈激志工臨傳動 因為心臟緊急手術 感受到其他志工溫暖陪伴 康復後堅持回來進司堂值班 在這個時候真的 我這個體悟到 我們主席 像是他們在說的 要做來燉 不要做來燉 哪怕處境艱難 志工同行 菩薩道 累積更多好園和善緣 大一新聞蔡林李健寬 桃園報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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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